叭叭叭叭叭 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趙金趙金子 今天呢我們要討論一個 非常嚴肅的話題 就是沒有辦法開玩笑唱歌的話題 那就是最近各界啊 就是開始連環抱 然後鬧得沸沸揚揚的這個 所謂的台灣版的 MeToo的事件 那這整個事件是怎麼引起的呢 為什麼開始會有一對人勇敢啊 為別人為自己站出來發聲 最開始是因為人選之人 造浪者這個劇裡面 有一段職場性騷擾嘛 就是王靖遠的角色張雅靜 遭受了職場性騷擾 然後之後網路上就開始有 政治圈啊 網紅界 甚至是文學界的巨播嘛 就是陸陸續續被揭露 說有性騷擾的這個經驗 那我自己其實 在這些議題上呢 是非常有感觸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往往在 在碰觸性別議題這塊的時候 跨性別的經歷是被質疑的 像之前哈利波特 和J.K. Rowling的事件一樣 很多的原生女性會去質疑跨性別 說我們永遠不可能去同理女性 因為我們是男的 然後擁有男性思想 然後沒有女性經驗啊 吃父權紅利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嘛 我就以我自己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聽 然後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跟想法 那尤其是性騷擾這塊 因為這也是今天最大的主題 至於大家覺得 我還是不是男性思考 有沒有吃父權紅利 這個能不能夠同理女性 那就交給大家自己判斷 首先我想要定義一下女性經驗 我覺得所謂的女性經驗 是更加Focus在說 社會體制對於女性的不公平上 大於說生理的不公平 那例如說從小女性 就要被教導端莊啊 溫文儒雅 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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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不用啊 會怕被跟蹤啊 偷襲啊 女生在職場上會有玻璃天花板啊 職場性騷擾啊 女生要請生理假運假 要被其他男同學 男上次碎嘴 然後還有包括最近很紅的 BBC採訪的吃汗事件啊 女性出門要被擔心 奇怪人家是人偷拍啊 坐大眾交通 要擔心有沒有吃汗 然後要去公共廁所 要擔心有沒有偷拍 更不用說生理上那些啊 懷孕生小孩 穿胸罩啊 夏天來的那些很熱啊 不方便 月經不方便等等等等 不勝美局 這些經驗 你要說我都沒經歷過嘛 除了生理上的月經來懷孕 我滿跨性別是真的 沒有辦法體會 別無他法之外呢 雖然我也是有經歷過幾場 重大手术 欸但不好意思 但不好意思我還真的都經歷過 我有被奇怪的人搭訕過 有很多次欸 然後有一次 有人跟我要LINE 他氣而不捨 然後他就是逼我 跑到超商裡面 他才 在那邊看看看看 他才要放棄 然後 我有公開聊天 被開不想聽的黃腔嗎 有超多次 好我有走夜路要擔心嗎 有啊我每次走夜路 我超害怕 警覺性超高 而且我朋友 會比我更擔心 就是如果是男生朋友 他們就是把我當個女生沒有看他 然後如果他們可以載我 他們就會載我 那也會LINE通話 一直到我回家 那已問女性會被老公家暴 我雖然沒有老公 但我也有被 家庭的男性成員 家暴嘛 所以我也有 然後做大眾交通的時候 也遇到奇奇怪怪的 要先煮熟啊 疑似偷拍 或是我那時候去韓國留學的時候 韓國偷拍情況 一直是一個很嚴重的收尾議題 導致說很多女生 不敢在公公廁所上廁所 寧願憋回家 憋到尿到嚴 那我每次上公廁我也都 戰戰兢兢的 就是 覺得每個地方的洞 都好像可能有偷拍攝影機 然後尤其是 某一站觀光地鐵的女生便 其實他 中間就是破一個大洞在那邊 然後 那個位置就是兩腿之間 妹妹的位置 然後好久 我看好久都沒有修 我就覺得說一定很可疑 裡面一定有偷拍攝影機 根本不用說尿到嚴 我最近體會到了 這真的是很痛苦啊 痛得要命 那這些經驗我也有體會到 然後而且就是 非常真實的個人經驗 絕對是沒有造假的 那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就轉變了嘛 所以這些東西 不斷在我15歲到現在的 20幾歲的人生中 一直發生 所以說我好像已經習慣了 像所有的女性一樣 就是習慣去忍受啊 不知道要不要講 好像覺得自己很小提大作 然後不講 又覺得自己心裡 悶悶悶怪怪的 那依照我本人的 波大程度呢 我覺得沒有很多事情 是我接受不了的 忍受不了的 唯獨兩件事情 就是讓我覺得 喔原來 在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可以那麼的無助 然後也是我覺得 最符合今天性騷擾 主題的 我的個人經驗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發生在我國藝的時候 那時候我13歲 好像才剛開學沒多久 就有一個男同學 然後他很聰明啊 每次都考第一名 因為我一直都很做自己嘛 所以他可能很快就察覺 我身上的陰性特質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不太熟 但他突然就有一天下課 他就突然把我抓到桌子上 然後就用一個後背的知識 然後貼著我屁股 前後擺動他的下體 就一直這樣 就這樣一直這樣 然後就發出日本米片的聲音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一直覺得不喜歡 而且我們也沒有熟成這樣子 我有說我不要 我有說我不要 不要再弄 但我覺得他就是以為我在開玩笑 然後像日本米片那樣 女生說不要就是要 一直到大概30秒之後吧 就是他持續這個動作很久很久 過程中就是一直學著米片的口氣說 然後喜不喜歡哪 大不大 爽不爽 然後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可以這麼久之後 他才意識到說 我好像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他才放開我 然後我就是 好像一臉濕了魂吧 就是 放空然後好像要哭要哭的樣子 他就真的意識到說 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是真的不喜歡 然後他就有馬上跟我道歉 然後我們之後其實到畢業之前 關係也有變得還不錯 就是他是真心在道歉 然後真的在開玩笑 但就是不代表說 這個玩笑是可以被容許的 所以各位男性 各位男孩子 還是不要隨便開這樣的玩笑 比較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在我剛成年18歲大學的時候 外表已經完全全像女生的時候 雖然我那時候還沒有融入 但我就是有吃荷爾蒙 所以胸部也有融起嘛 我也有穿胸罩 然後那時候是在一個唱歌的局 就是我的一個女性好朋友 約我去跟他的朋友唱歌 但我有點忘記 我當時知不知道現場有沒有其他女生 反正我的記憶就是到了現場 男生大概五六個 然後女生就只有我跟那個朋友 然後一開始我們就是很正常的在唱歌啊 我就很天真很單純很愛唱歌 然後到最後大家可能都有點氣氛 有點曖昧之類的 我不知道怎樣 我自己其實沒有啦 我很認真在唱歌 然後我的朋友就跟他曖昧對象 開始在那邊輕輕摸我 纏綿匪彩啊 然後結果我旁邊的那個男生 他就開始靠近來我的旁邊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你有女朋友了 你還想幹嘛嗎 然後結果他的手就開始從我的屁股 慢慢的摸到我肚子 然後這樣這樣摸上去 然後他還跟我說 我的小肚子很可愛 然後他手摸到我的胸罩的時候 我就阻止他嘛 把他的手拿下來放下來 我有阻止 然後但他沒有因此散發感受 然後那我那時候很 很彈簧 你知道我真的是一片空白 而且我的歌還在放啊 我還在唱歌 我真的很認真的才唱歌 我絕對沒有做出任何會造成誤會的事情 然後我的 我就不想破壞氣氛 然後我的朋友也在那邊親親我 我很享受 我就不想破壞氣氛嘛 所以我就裝沒事坐在座位上去唱歌 然後他的手就不間斷的從不同的地方摸上來 我就有把他手拉下去了 大概重複了這套動作二幾次 真的沒有再誇張 他真的是氣而不捨 一直換不同的地方一直摸 一直摸上來 然後最後他才放氣 才沒有繼續摸 然後之後我們就也沒有再見過面了 然後我也沒有在參加這種奇奇怪怪的聚會 然後最讓我覺得噁心的是 他那時候是有女朋友的狀態吧 然後好像後來也結婚了 我就覺得 天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有女朋友還在外面摸別人的胸部 反正我覺得我就是too young too naive 不知道怎麼發生 然後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這也是我最深刻的感受到說 天啊原來身為女性會遭受到的這種所謂的性的 像離異嘛就是這種 侵入 aggressive 社會來的這麼突然 這麼直接的發生 當下是這樣會 腦袋一邊空白 或一或是這種 思考拔合的這種狀態 真的是沒有經歷過的 沒有辦法去形容 也沒有資格站在高點批評別人的經驗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今天說出來是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收到很多誤解 跟特定的人士批評說 我們不會被性騷擾 沒有女性經驗吃父權紅利之類的 首先呢我就很反對父權紅利這樣的講法 就是因為父權紅利的用法 應該是說女性在父權社會下得到的好處吧 就是例如說 學校啊男生抬半筒體重五女生不用 重的應該才叫做父權紅利 那我真的是完完全全沒有體會到 因為我搬什麼的我都自己來啊 然後就算我自己覺得很重的我也都自己來 很多男生說要幫我搬什麼的我也說不用 我就是以一個女人當自強的型態在對應 除非是真的說太重啊 問累我才會請別人幫忙 那如果你說父權紅利是指說 我一邊吃著男性在父權社會得到好處 一邊說自己想當女性的話 糟蹋女性的話 欸很抱歉我也沒有 因為你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地位就是很容易比一般的男生女生地位還要低欸 你是一種第三類第四類 大家會以一種看怪人 看第三類的眼光在看你 就是地位甚至是比一般女性還要不如 所以如果硬要說 那種活到40歲的大企業老闆 突然說自己變成女生的話 那OK 他可能已經吃了很多父權紅利 無可厚非 但我的經驗不代表他的經驗 他的經驗不代表我的經驗嘛 大的經驗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只是希望有一些群體 不要因為他們在可能在網路上看到的跨性別形象 都是對性很開放很大啦啦 然後可能他們覺得像男生一樣 喔對性毫無遮攔很開放 就覺得說喔你們都是這樣啊 你們都是男性的思想 很享受被摸啊被性靈視啊 沒有女性經驗 因為我現在已經懂得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怎麼會自己發生啊 為別人發生 那我說出來跟講的這件事情 就代表我準備好了嘛 而且我覺得 對比很多檯面上發生的 我真的已經算是雞毛蒜皮一律都有大 但那也不代表說我的事情就不算什麼大事啊 也是一個經驗 幫助我更懂得女生在這社會上經歷的不公平 那以及身為一個女性 該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也希望大家永遠都不要遇到這種爛失 然後懂得怎麼保護自己 為自己發生 當然最主要還是希望說我的這些經驗分享 有幫助大家理解到說 到底跨性別者是不是 真的都是男性思維 男性頭腦 然後吃富全紅利 沒有女性經驗 不能同理女性在社會上所遭受的困境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什麼想分享的 歡迎留言到底下 然後也可以到我的IG啊 私訊我跟我說一起聊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那希望這個 希望這個社會 希望台灣可以越來越好 掰掰 掰掰